在黄色調燈光襯托下 寧靜的氣氛中帶點些微的神秘感 不過兩邊通透的光線 剛好補足適度的光源 讓餐廳裡的亮度不會太暗 也不至於太亮 不論是好朋友吃飯聊天 或是個人用餐兼工作都恰到好處 這家位在七堵男星路上 新開幕不久的複合式餐廳 不但餐點飲品受歡迎 整體的氣氛 更是深受女性朋友的青睞 店裡店外都成為女性朋友拍照的景點 從小在七堵長大的一對姐妹花 因為工作關係各奔東西 姐姐原本從事醫美的工作 妹妹則是在餐飲業服務 姐妹倆為了一緣夢想 放棄原有高薪的工作 返回七堵家鄉 租下南星路這間老屋一起開餐廳 按照自己的意思布置 更設計出健康餐食和甜點 希望讓客人吃到食物 原始的美味和健康 主要是健康 那像我們其實調味的話 其實都是比較 調味沒有那麼重 那我們像雞胸肉是低溫烹調的 然後都是有真空包裝 就是保鮮跟保鮮保存 然後就是可以新鮮又好吃這樣子 那要講求健康跟新鮮度 咖啡豆的話是朋友就是朋友介紹 然後朋友烘豆 所以我們是跟朋友配合的 那當然就是咖啡是跟朋友學的 對那有些飲品的話也是我們按照我們自己 比較喜歡的口味去做調整 對 那看客人接觸度 我們也都慢慢在調整 這樣放棄高薪的工作 跟妹妹一起來打拼這個餐飲業 您個人覺得值得嗎 滿值得的 那也滿好玩的 都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然後連油氣也是我們自己擦的 對 然後屋板它改成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你們自己也滿滿意的嗎 滿滿意的 因為我們想開咖啡廳 就是開那種老宅老屋復古的風格 那剛好看到這個店面 就是有符合我們的需求 就是店面夠大 然後它剛好屋齡又比較高 60年屋齡 所以就是滿喜歡的 然後色調顏色還有木頭 木頭色調都是我們自己選的 這樣子自己設計的 地點雖然不顯眼 卻深受顧客歡迎 開業三個月已經有穩定的客員 因為客人的肯定和鼓勵 是姐妹兩人持續進步的動力 其實還滿多客人給我們很多的反饋 就是會希望 就覺得我們其實做得不錯 然後會希望我們長期開下去 那其實大家對我們期望也滿高的 基隆市議員張梗輝和家人 來這裡用餐之後 對於餐點和佈置都非常稱讚 特別是對於青年返鄉 國化地方老屋再利用 給予高度的支持和鼓勵 能夠放下他們 在每從事這個行業之前是 薪水滿高興的 那讓返鄉來演他們的夢 我想這個是非常值得我們來肯定他們的一些作為跟行動 然後同時 更會在這邊要呼籲我們政府 尤其在青年創業的貸款方面 尤其在整個熟悉的流程 能夠再加減化 再加便利 我們基隆市的老屋非常多 然後在這邊也希望呼籲我們政府能夠多多鼓勵我們年輕人 利用老屋再造來創業 尤其對於我們地方上的產業也有一種另類的發展 我想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案 店裡面沒有特別佈置的網美牆 卻處處可以拍照 屋頂和牆壁上保留著老屋原本的凹凸不平 簡單不過當的粉刷和燈光照明 搭配擺設在角落的綠色植物和舊時代的縫紋機 更凸顯了老屋質樸的美感和懷舊的氛圍 不管天氣好壞 業者歡迎您進來躲雨 喝杯咖啡享用餐點 和家人及好友共度愉快的時光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今晚 прил趕見